上海屌 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 好久没做钢皮视频 还用这个据肉 对�低的做给 치博 英雄100 对吧! 之前有段时间 没怎么出片 因为工作也很忙 然后就对就视频这边就那个就拖满了 好那个大家看到就全新的我买回来还没拆 之前有时候会拆过一下 碰到镜头了 我之前有时间会拆过的 然后呢就 好难 好难拆这怎么回事 我这支笔到时候还要再捐出去 我不想把包装给弄坏了 好第一个问题包装有点难开 好真的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都行吧 反正影响不会很大 好可以 OKOK 好然后里面哇 这盒子感觉很高档 下面这还暖暖的 上面没有是反过来了吗被我 难道我拆反了 好吧不管 好先下来一样的 闪子不太好 别介意大家 好 英雄100 应该是我开反了 然后下来那个盒子这一块 反正就盒子还是挺高档的 个人不太喜欢那么高档的东西 喜欢那个 好打开一下 咦咦这里面是 这个还送一个笔套是吧 没什么用 之前我做过笔套评测 然后那个塑料袋 塑料袋是吧 反正就是各种 你们看 打开就不用了 因为这个镜头拍不完 再下来 哇塞好多配件 先把这些放一边 英雄100 然后这个是干嘛用的 这个 以前我看过 英雄一个什么 拆笔的工具 好像是 没笔 然后还送 还送一个木杆 哇塞 现在淘宝买笔怎么送那么多东西 然后这个还是 怎么又有一支 这怎么回事 我知道这一支是英雄100 然后怎么多了一支笔 有人知道这什么笔吗 他这个放里面还真不知道 没有买过 奇怪了奇怪 怎么会送笔 这 淘宝每次买东西都有惊喜 好 那个 这一根笔的话 我等会去问一下店家吧 然后 呃 随便可以做做视频吧 好吧 好 然后下来 我先把这一些 啊 F间 F间的话 先把这个 这个就可以不要了 呃 还是一样 整根笔跟616有点小差别 然后这个 纯木的 这个应该 不是木 我觉得应该是塑料的 然后再做 用那根 水转印 就是一种工艺 然后把它 这个物纹给弄出来 啊 顺便换一下效果吧 好吧 好 那个一边讲一边那个吧 哎 放一边先 好 整根笔那家 呃 非常有质感 非常结实的一根笔 轻很轻 但是你会觉得重量很 呃 怎么说很集中 整个重量感觉会觉得说 哦 不会说我干渴特别近 或怎么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烤漆的部分 后面这个尖 那觉得非常怎么讲很有质感 就是说 因为笔的这个部分尖的其实很少 通常都圆的嘛 那整根笔出来感觉我一开始会以为怎么样 跟616会差不多 因为哎 啊 因为626也是差不多这样子一个型嘛 对吧 因为按尖笔的话啊 我个人一直试就怎么样 他的弹性没那么大 但写起来写感大多都差不多 那英雄100嘛 所谓的一个金尖笔 呃 然后还有一个我最讨厌的吸魔器 我喜欢摆了那个 就是几年式的那种 但英雄这个其实不太合我口味 那趁现在顺便换一下看一下 好像挺到位的 哎 整个手感又不一样的 自己这样子换上去又更轻了 好 呃 但最后还是要送了这个 收起来一下 呃 那其实如果你选一不同的那个笔 就笔杆的话 能稍微微调一下他的一个那个重 就他的一个重量感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送了我这么多东西 这个真的不懂 这个山主真的有点那个 我会有点害怕 好 那一个再下来 那讲一下这根比较大小 后他的一个重量 重量来讲 呃 他还是比无印的这根轻 可见无印不是一个专门的一个 怎么讲 就做那个 嗯 就专业做根笔的一个品牌 好 当然也不可能是啦 好 那个笔的话 14.4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整根笔的话 反正就是 他比无印长 嗯 大概就这样子长度的话 好 然后再下来 这个 呃 看一下 整根笔 整根笔 反正拿起来非常轻 也是非常细 手感非常好的一根笔 这里有点微抛下去 这里是这样 这是那个 就也是微抛回来 那其实像这种形体的笔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就比起那个 就比起那个什么 就比起 呃 就百利金那种 就微弯出来 就是 呃 那么喜欢 我个人喜欢还是这种 就是说 有抛线条 这样子一根笔 那 那个大概就这样子 评论上面 整根可都不锈钢的 对吧 笔夹 摆不回来 但其实 其实现在很少用 呃 然后再下来 整个笔夹的话 终于不是那个 帕克剑标的那样子 一个 呃 就那种 不是剑标那样子 一个笔夹吧 我记得好像一 还是说一百一只都不是的 因为 英雄的笔很多 我一直搞不清楚 那知道 呃 的观众啊 麻烦把给我指教指教啊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 就专门网钢笔的 就是说 纯单纯喜欢 然后做做视频 这样子 然后里面的一个 嗯 也也是一个防磨钢机制 这样子 一个套在里面的 呃 不知道镜头 镜头应该看不清楚啊 好 那个整根笔 就大概讲 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然后 呃 对 然后顺便这样子 我就这样子 呃上下墨 就大概上一下吧 反正这种按键笔还是比较好上 然后纸纸金的话就差不多插一下啊 按键笔有个好处就是说 洗笔的时候比较好洗 好 再下来 这个 但是 呃 626之前就是说捐出去以后嘛 然后就 有人跟我说 有那个 墨缸的一个问题 然后 墨缸的问题 我就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 然后还是 一样这样子 因为上次那个太大张了 这次这个小张一点 一样就是两根笔 呃 对比一下它整个的差别啊 好 好整笔的话怎么讲了 很感动 终于有一只国产的金尖笔是有主尼感的了 非常感动 很开心写起来 呃 断墨的话 这个这个应该是我握笔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握笔问题 我现在这么小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好像又有了 应该是我啊 这样我握笔 因为我握的话我不会拿 我有很多时候不是这么拿很正 我有时候歪一点 那歪一点 那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你拿正 不会有 你看 现在拿正了 然后再这么画 肯定没有 然后断墨肯定不会有 英雄100 毕竟比还是价格比较高的 呃 然后再下来 那个 呃 初戏来讲 我觉得是偏初 可是因为我这个是F间吧 那 下面试一下写一个无印的这根啊 好 好 写完以后你会发现两根笔的初息是差不多的 呃 然后 其他的话你说 呃 我觉得长期间书写这个英雄 英雄100 肯定没什么 没什么大问题 虽然说我觉得它价格偏贵 因为当然也不是说国产的价格普 国产的那个钢笔它价格普遍比较便宜 也不能这么讲 但是整根笔的话 日用性来讲我觉得就性价比来讲 因为现在我个人 日用是喜欢用干尖不太喜欢用金尖 那我个人会觉得有别的就是说性价比更高的比 当然英雄100这根笔非常出色 这这这百分之百的 而整个手感也是非常好 就书写起来非常舒服 然后整个呃 呃长时间拿 日用等等的 我觉得以及它那个 本力上面的一个 磨损度 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这是必然的 我觉得是 好 那一个 英雄100整根笔的评测 大概就 这样子 那 呃下面留言一下你的一个 什么观点吧 好的 那一个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欢迎订阅 您 喜欢